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们要在主美国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 天还没有亮 玛利亚玛德勒娜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坟墓的石头已经已开了 他就跑过去高道告诉西满伯杜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从坟墓中把主给搬走了 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 伯杜罗和那另一位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一起跑 但是另一个门徒并伯杜罗跑得快 先到了坟墓那里 但是他没有进去 只是俯身向里面看 看见链布已经放在地上 西满伯杜罗随后也到了 走进坟墓 看见链布已经放在地上 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 放在另一处 没有和链布放在一起 那个时候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明白 耶稣必须从事而终复活的那段圣经 上主的圣言 刚刚刚才我们听到的 复活当天早上的事情 耶稣在坟墓里头 他复活了 没有人看到 但是那个坟墓空了 那他的门徒们呢 这些妇女们呢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在星期六 就是他们的安息日 就是不能够准备太多的东西 所以就吵吵聊聊的把他给埋葬在墓穴里头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两天以后呢 去好好的就是安葬他 可是没想到 到了墓地空了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墓不是我们的墓 是埋在地下的 犹太人的墓是在石头 是一个山洞里头的 所以一看空掉了 空掉以后呢 但我们就听到了两个三个 妇女们的反应 伯杜罗的反应跟若旺的反应 就是不一样的 妇女们看到了不知道怎么办 伯杜罗呢 看了呢也没有反应 而若旺呢 他看到了以后呢 他就相信了 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的人看 有不同的反应 其实这些在你我的经验都有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同样的事情 两个人看 三个人看 就是不一样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 这三个人看了以后 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 若旺 他看到了 他相信了 表示他看到的 比前面两个人看到的不一样 而看得比较深 什么叫做看到 什么叫做看到 他刚才说了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 第一件事 我把结果放在这里 这边看到的人 跟这边看到的人 就是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吗 看到没有 两个人都看对了 但是看得不全 看得不全 这里看到的 跟这里看到的 如果两个人对焦起来 如果不好好的去想 不好好的去听 对方所看的 对方所想的时候 你永远没有办法看真相 因为我看得非常清楚是白的 我看得非常清楚是蓝的 谁对谁错 两个都对 两个也都错 所说的错就是不全 不是吗 所以要会看 看在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们要会聆听 那若旺他就是一个 在他生活当中 所以当他 耶稣死了复活生天之后 他还活了半个多世纪 他很大胆的最后 说了一句话 天主是爱 因为他能够在 耶稣所有的生命过程当中 看到一些 普通人看不到的 连其他十一个门徒 都没有看到的 那一位 显现那一位 为我们一起生活 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的 死了复活的那一位 他就是爱 若望看见了 相信了 这样的形形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读经一 读经我们听到的是 中途大事录 从今天开始 一直有五十天的时间 到耶稣圣神降临节 我们每天的 每天早上的读经 以及主日的读经 一定是 中途大事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死了复活生天之后 门徒们的生命 他们怎么样的 感受到了 接受到了 他们的生命 跟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合一的 他们去做见证 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子 所以普通今天讲 你看他说 我们就是那一个 跟他在一起 活过吃过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见证人 什么叫见证 我看到 我证明 保护耶稣之后的一个人物 没有看到耶稣 没有看过耶稣的 但是他却能够 在他的经验当中 感受到那一位 死了复活生天的 跟他的生命关系 所以他感觉到 我们如果相信他 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就应该 常常想天上的事 而不要只想人间的事而已 你们要 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只思念地上的事而已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已经跟基督一起 藏在天主内了 什么叫做死了 死不是这个生命的结束而已 死是死于自己 我们要死于我的看法 请注意 我没有说我的看法不对 刚才又回到刚才讲的 我看到的是白的 他看到的是蓝的 如果我不先放弃 我看到的是白的时候 我永远没有办法看到 他所看到的是蓝的 这就是死于自己 我要先放弃我自己 先看一看 接受一下对方的 告诉我的 当对方告诉我的时候 我还发现到 哦对哦 他看到的是蓝的 我看到的是白的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的 但是我们要努力地去听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死于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他 让他活于我们 这就是复活的意义 耶稣基督复活 他不只是两千年前的复活而已 他今天还是继续不断地复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 我有没有开放我自己 让他进到我心里面来 让复活的耶稣帮助我看 我所看的 我没有说我所看的不好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人是有限的 耶稣基督的看法想法 比我看的一定更好 因为他是神嘛 他是天主嘛 这就是今天复活节 耶稣一直很喜欢 很希望我们能够有的 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有希望的生命 意思就是这个 我们人不是不好 可是我们还是有限的 最怎么样的 要奴隶死于自己的意思 就是这个 让我的看法 我们人很容易 很自大说实在的 常常用我的看法 想法来想别人 来批评别人 来说别人 我看到就这样子嘛 明明看到了谁啊 我看到白的啊 然后去骂他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是白的 你看到是不同的颜色呢 好 来了 所以我们人总是很喜欢 这不是不好 但是要奴隶去承认 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我的看法是有限的 他的看法是最好的 所以基督复活了 告诉我们的事就是 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有希望的 当我看到有些事情 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以为没有希望 因为我人是有限的 可是耶稣基督 如果跟着他 事情一定是有希望的 所以死亡 失败 挫折 不是一件坏事 是我们所不喜欢的 但是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要去看天主 借着这个 要告诉我什么 复活的耶稣 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新的生命 希望的生命 让我们很高兴地往前走 很高兴往前走 并不表示生活没有困难 没有挑战 有 但是我会很高兴地接受 因为耶稣跟我在一起 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接着教会这样的安排 在耶稣复活的圣言当中 耶稣复活的世纪当中 让我们再次地体验到 天主这么地爱我们 复活的耶稣跟我们在一起 复活的耶稣把他的生命 跟我们分享 这是我们的福气 所以怀着感恩的心 高兴地愉快地继续往前走 有复活的耶稣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 也就会是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也就是一个 复活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希望的生命 让我们高兴一败地继续地往前走